据香港媒体报道,张学友与张明达昨天应邀出席首届香港癌症日开幕礼 霍伟认为香港癌症日活动大使的张学友坦言因父亲换癌,他也是高危一族,更自暴已割掉好几个流 台上张学友笑称担任活动大使是因为怕死,要认识更多癌症知识 他表示已经过午时会定期检查身体 张学友还答谢太太一直心心照顾饮食 他和小朋友都多吃菜,少食肉,多做运动,保持健康 活动后张学友没有接受传媒访问就离开 娱乐新闻为您,整理报道